美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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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日炎炎喝下一口清涼啤酒 真的是通體舒暢 不過這瓶啤酒標籤上 卻是美俄兩國元首 川普與普丁的圖像 出自芬蘭啤酒商的點子 我們知道所有的問題 我們決定 可能普丁和特朗普 也必須知道 這個秘密的問題 就在16號 美俄兩國元首 就要在芬蘭會商 芬蘭啤酒商 趁機推出這瓶藥價約3.5歐元 折合約台幣125元的紀念黑皮 標籤上還用英文寫著 讓我們像大人般的解決它吧 頗有諷刺意味 我認為這瓶啤酒商 這瓶啤酒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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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限量一萬坪的黑皮 炙手可熱 就連俄國廠商 都推出紀念版 一支要價台幣8萬4千的 Nokia 3310 命名要當和平製造者的 黃金經典款 這好反映 川普與普丁 雙方很多衝突 都還在鬧脾氣 美國司法部在13號 再度用國際管道 起訴12名俄國軍事情報總局人員 懷疑他們2016年 入侵總統候選人希拉蕊 團隊電腦 意圖造成選舉不公 但卻被俄國官方狠狠酸了回去 就在美俄元首即將會談 化解緊張的同時 兩邊的行政機關 依舊唇槍舌戰 未來能否化解誤會 恐怕還有得談 三天新聞